现时市场的憧憬是加息的步伐 如果美国方面会有一个频密加息的状况 对于国际金融类型的股票的盈利前景会看好 另外英国疫情方面已经是靠稳的状况 所以市场也会憧憬汇控是有机会恢复四次派息的安排 所以这些因素来看的时候 股价稍为再回调一些是值得吸纳的 但是回调下来的时候 也可以留意50元这些位置倾向上是大位 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个星期留意着 守不守得住50元 万一守不住50元的时候 有机会落到45元附近的位置才会存定 所以如果失守50元的时候 不妨再等它回调深一点 起码低于47元才效率吸纳会比较好 有机会 得到4次 2018年 感谢观看